老师,像现在夏天,今天也是青鱼的活跃期,很多钓鱼喜欢钓大雾青鱼 那像青鱼的抓口,就是它的刺口怎么去抓,跟小鱼有没有区别 青鱼的抓口就是钓大鱼嘛,大个体的鱼嘛 它的抓口是肯定有区别的 小鱼嘛,我们就是有时候在钓的比较灵敏,把频率钓快 这个时候有时候有信号我们也要打,尽管说这一钙起来可能是空干 因为这种情况下我们用的是粉耳,粉耳你钓小鱼的时候 小鱼窝子里面一多了,你必须得用油耳量下去,把鱼又紧了 把鱼留住,才有小鱼可以钓,那么钓青鱼就不一样了 钓青鱼的话就是我们手一干,基本上是比较稳的那种 就来一口不容易是吧,对,来一口不容易,就是来了一口就想要百分之百把它抓住 你如果说你钓青鱼,或者说大个体的那些鲤鱼等等 你老是想着,也想打频率打快的话 就是说你这个抛肝不停地抛肝的话,对这个窝子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得近一点,慢一点,频率得慢一点 打钢频率慢? 对,抛肝也慢一点,等一口就是一口 那么像青鱼跟鲤鱼呢,我们一般就是说野钓的时候一般钓得比较钝 对吧,它钓得比较钓一点,就是钓一点呢,相对来说会稳一点 稳一点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就是说有一些盾口啊,或者说黑个半目啊,这种情况啊,防缓下行半目啊,这种口我们都是不打的 哦,半目一目左右的口都不打 对,你比如说这个盾口,半目一个盾口 对,它这个口,这个口呢,有可能是这个,你挂的,钓青鱼的时候有可能挂的螺丝或者是颗粒生的啊 有可能是它路口的信号,进了嘴巴了,对,耳料是进了嘴巴 但是呢,你就是你这么长的竿子,这么重的竿子,你想一下,马上跟上这个速度,刷一下起竿子 你这个频率,你这个速度是还能跟得上的 所以这种信号呢,就是说你能够跟得上,也可以打 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盾口,一个半目或者一目这样的一个盾口 嗯,钓盾的情况下啊,这样一个口,我们也可以打 嗯,但是就是说你,考验的就是你的速度,反应能力 嗯,吸干速度 对,一般的话,我们像这样的一些,缓缓下进的这样的口都会放掉 嗯,就是因为青鱼呢,它就是它的,它的就是牙齿啊,包括它碾碎螺丝的这个部位都在喉咙里面 对吧,是比较深的 对,它得把这个螺丝吞到嘴巴里面去,吞到喉咙里面去 嗯,所以它这个,这个时候呢,它一般情况下都是会 吊着你的颗粒或者说你的螺丝,嗯 在嘴巴里,然后缓缓的离开 嗯,缓缓的离开,这个时候呢,这个浮标啊,它就会出现一个 有可能前面会出现一个小的盾,好,这种情况是 这个鱼来路口的信号,嗯,然后慢慢的它就在这里 一上一下,一上一下,然后再慢慢慢慢的,走了 可以飘了,对,但是它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可能你窝子里面会有两条鱼,三条鱼在这种情况下 在抢食的时候,嗯,它就会出现啪,直接就下去了 嗯,速度很快,对,但是它下去了呢,它一下子它不会上来 嗯,它因为它这个,这个鱼掉头的速度,它很快,嗯,有鱼在抢的时候 刷一下,它就马上就跑了,嗯,这种情况下,这个浮标下去了,它没上来 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打了,嗯,你就可以打了,一般我们就说,呃,下去了之后呢,两到三秒钟的时间 哦,你的心里默念,对,心里莫属,两到三秒,这个浮标,啪,一二三,就可以起干了,嗯,因为这个时候它已经是 把你的耳料含在嘴巴里面走了 那既然已经是黑飘了,嗯,为什么还要去再去,再去等莫属一二三呢 呃,这样相对来说,会,这个,呃,起干种鱼的,呃,概率啊,会稳了很多 会稳了,有时候就是,你在钓大鱼的时候,碰到两条鱼,三条鱼,这个鱼尾巴一甩,可能是碰线 嗯,碰线的尾巴甩过去了之后,它这个浮标下去了,它又马上一上 啊,这,杜绝这种情况出现,对,因为我们这个,对,我们这个,钓轻鱼的浮飘呢,一般也是比较大的,八颗,十颗的,嗯,啊,你一调,你调的差不多的时候呢,如果说是 尾巴碰到的,或者是,甩到了,嗯,下去了,马上它一上,嗯,啊,就这种情况,就说你下去了之后,诶,两三秒还没上来 那是,能够确定是吃进嘴巴里了,对,八成就是在嘴巴里面,嗯,嗯,嗯,这个就是说,突然一下子黑飘,嗯,数两三秒,起干,嗯,这个就是,有可能是窝子里面有 两条鱼,三条鱼,有鱼在抢食之后,嗯,啊,一个情况,如果说像,那个就是像,个把条鱼,一条鱼左右的那种情况下,嗯,鱼呢,它会吃得很反慢,它慢慢,它不急,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小盾口,这个时候你可以放掉,嗯,放掉,然后等它慢慢的,它慢慢的走了,嗯,慢慢的走了,这个时候呢,一二三,也可以起干,还是得等四口,对,啊,因为我们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做掉大,大个里的鱼种的话,相对来说呢, 都是掉的比较稳一点,嗯,啊,就是你如果说,呃,前面我也说了,就是你不停的去起干,抛干,对这个窝子,它是会有影响的,嗯,那你那个,如果说调掉的话,你是一般会怎么调呢,呃,这个呢,就是在我的公众号里面,微信公众号里面,嗯,有很多关于伏标调掉的视频,嗯,就是大鱼,小鱼的,等等,都有,啊,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添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户外老巢,嗯,啊,里面看一下, 那么钓轻鱼调漂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啊,我一般情况下,就是带一个耳料,就是不管你是带,你是钓螺也好,钓颗粒也好,嗯,你带一个,调个坪水,调个两三木这样的,啊,啊,拌水带一个耳料,调坪水,对,单勾带耳料,那这个勾子是上勾还是下勾呢?上个下个多所谓,都没关系,多所谓,因为你调是在拌水情况下调的,嗯,这种情况下它的,它这个耳料在底下的状态,啊, 你调平水调两三木的情况下 它的状态应该是下沟躺底 上沟轻轻触底 调的林的情况下 就是有可能你调两木的时候 或者水深浅不一样 或者一木半的这个时候 一木这个时候 可能上沟是烧到了林顶 这样一个状态 两个状态 那么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下 你调大雨的时候 它会出现 有可能会出现 刚刚你所说的起干空干 对吧 过林了 对空干的频率高了 那这个时候就可能是零了 那么比较零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不用带额料 你不用带额料 不用带颗粒也不用带螺 你就调个平水或者半木 这个样子 调两三木 这样你耳料的重量一下去 就完全能够确保上沟 是百分百是处底的 这样就是 一般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 调轻雨的浮飘 这一段都是空心尾的 空心尾单沟 在这个浮飘上面的重量 包括1415号的这种大沟 都是一木左右 一木到一木半 两木 一到两木这个重量 就是说你调平水 调两木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保证上沟是触底的 这样就比较顿一点 就稳一点了 另外就是调轻雨 还有很多一些 比如说像调无签 或者是跑签 各种调法都会有的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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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